上一集提到 上季20強人馬K-Low強勢回歸 不過在他出場之前 兩位導師突然衝出錄影廠 向評判表達不滿 你們現在淘汰了三個人 真正淘汰了三個人 我覺得我們可以… 不要搶到兩個 對… 還有後面的,在搜索 好,在搜索 我想告訴你 他們在搜索,K-Low分不進 評判已經在搜索 誰知道K-Low今季轉為表演風格 收起了最擅長的跳唱 導師和花姐都對你沒有信心 K-Low,你還是自求多福吧 K-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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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出場的是… 劉瑞琦,K-Low 他會表演唱歌和說唱 K-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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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的第一個舞台 我想不用交通歌曲 這個方式去告訴你們 K-Low今年發生了甚麼事 我還會選擇在舞台上 作為故事的形式告訴大家 是他做的那首歌嗎 對 自己的歌,自己做 他也做了這首歌 他很害怕 Lalala… Let's fall in love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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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一眼 不要,真的不能淘汰 Kate是不能淘汰的 怎麼辦 有… 真的很害怕 他是我的朋友 你的成績是一盞藍燈 Eric又給你一盞藍燈 我想問你第二次回來為甚麼 我聽說有人想簽你 你也不簽,為甚麼 這次我回來這個比賽 是想再找一個怎樣的位置的自己 因為去年玩到最後 其實也有點迷失 因為他不想再走錯路線 他不想 而且他有點害怕 他也覺得自己沒理由無法淘汰 他先不用灑絕招 我覺得他的工作是好的 我自己一直在這裡 就是因為他做過《全民造星2》 我去到第三次 這個體驗是可以給他甚麼 這是我剛才一直在想的問題 一盞藍燈 你可以在我們的復活區等候補的位置 謝謝Kate 謝謝 這個有點… 這個有點… 不知道為甚麼再來 他去到這麼後 完全覺得他沒有這個火 別人簽他又不去當歌手 為甚麼要來 我也想問 對,為甚麼要來 我覺得今年的KR是比較好看 你說甚麼世界 剛才他… 頒獎進來 對,因為剛才談完 他們一定會比較緊 Meshie進來也逼我要 評判真的守緊了 不過不要緊了,KLOW 你這麼喜歡試新的東西 上季《造星》 你還沒坐過復活區 今年就當作試試吧 現在我們會抽到下一位要準備的參賽者 她是沈童嘉,Esther 是,很好… 太棒了,我等了很久 加油 接下來出場的Esther 面試一開始 就得到導師的歡心了 你如何入行 我是先當舞蹈員 當時也有機會跳演唱會 可能慢慢開始 跟誰 Sunny Wong 我跟Sunny Wong嗎 入行當時,對 雖然她是舞蹈員出身 但唱歌也不差 跳得又唱得 已經十強了 我想問,為何你的樣子 跟裡面的照片全都不一樣 你發生甚麼事 原來評判之所以一直面戴微笑 是在笑著你貨不對版嗎 很難觸摸 拍劇很辛苦嗎 是英俊還是英俊 當然不是英俊 對,我懷疑你 你偷別人的照片 不是… 簡直不是你 其實現在看到我這樣 然後轉換後,看到另一個 馬上有對比 你不是有一個很棒的樣子 我為何要選擇你入行 我真的很有空改造你 我明白… 你入行後,但入行也像素人一樣 我現在好像回到以前的《全民造星》 做藝人的Taisy很重要 例如你要轉為髮型師 你穿衣服不可以 身上有四個模式 好… 顏色 而且你要健身 如果你自己沒有 你找一些正確的人幫你 對 好… 她說你穿得不漂亮 但我自己覺得穿得漂亮 即是沒問題的 但如果你有些… 你認為漂亮的衣服 放上來讓我穿 我也可以,不可以穿 因為我沒所謂的 雖然面對著猛烈的評擊 絕對不好受 但師兄,你會否… 大口氣了一點 這麼囂張真的好嗎 除了面試之外 Aster在鏡頭前的表達 也相當直接 就算是工作人員問她 也是這樣說 我不知道 我真的… 怎樣?我真的很難去做 其實怎樣說 半年後的自己也未發生 如果我真的有機會入獄10強 那當然是開心 但我現在想好才有說 我覺得好像很不現實 不要緊,我不要說 作為藝人,除了表演技巧 代人接物其實也很重要 來參加真人表演 連答問題也不肯 弄得現在出場前 沒有心聲聽,是否差勁 接下來出場的是沈童嘉,Aster 她會表演、唱歌和說唱 還是要說唱 好像在沈梨根 有效果 他自己動手 這個 她說唱竟然挺好 是,但現在這個樣子比我們第一次見她好 很棒… Aster,你的成績是三盞紅燈 我聽不到那種憤怒 應該是說我聽到聲音很憤怒 但我看見的東西是不協調的 Eric呢?Eric覺得呢 好,謝謝 高度… 因為她的樣子和高度 我覺得整件事挺適合這一行 如果這首歌是你自己填的 自己寫的,對嗎 我也覺得挺有心 可以再想一想 好 其實我也很想再給一盞燈 別吵架了 我想說如果我會關掉那盞燈 你差點這樣 我覺得這對我很重要 這是我的夢想 我很想做一個歌手 我已經沒有… 你先走的,你先等下 對,你等下 復活區 你還有機會 我覺得求情沒有改變 兩位都想起 我覺得求得不太好 可以再求得更好 好,也好,可以留在復活區 我們等候補位置,好嗎 她有點像叫我們 再給她一盞燈 比求求我們更多 對… 想她求你嗎?很難 小心她罵你 究竟這個比賽 評判的評分準則 是否足夠專業 那條界線在哪裡 是否每個人一時同一 其實現在我們不是在玩比賽 而是在被選擇老婆、選擇老公 完全看不出是一個比賽 《全民造星》是比賽 但剛好評判不喜歡你 導師對你感覺不差 坦白說,她真的不是唱得差 她只不過選錯了表演 她不應該這樣動作 能夠唱成這樣 那為何你不選她 因為我還是要留給後面的人 下一位要預備的是… 龔柯雲、Karen 好… 龔柯雲、Karen… 不可能不入場吧 我說過的 如果他不入場 我會吹,我替他按燈 那麼浪費 光是聽評語 也知道龔柯雲有資料 因為她是我偶像 Karen,加油 龔柯雲,2007年出道 有馬拉小天猴之稱 她的唱功… 聽聽吧 我聽聽聽 真的很聽聽 過了這麼多年,仍然是人靚、聲甜 其實你這麼聰明 不用來造星吧 怕屈遷就你了 撇除是否專業 其實我覺得只要熱愛表演的人 就會想參加類似的節目 下一個出場的是龔柯雲 馬拉Karen 她會表演唱歌 她是否則… 她是否則… 她也會表演唱歌 她會表演唱歌 她是否則… 她會表演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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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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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兩位導師 一定欠Karen欠責 看甚麼?唱得那麼好,聽也不敢 快點按給我Karen 我覺得龔柏雲有些見底 在拍攝時,她已經變成了她最好的 她一定比其他人會優勝 她是一個好的歌手 但我真的看不到空間在哪裡 我看不到接下來的可能性在哪裡 現在這麼說,我對她不好奇 林老師,你不好奇而已 我們好奇 空間小一點就小一點 這裡是香港 難得有這麼笨的盤 上車後再說吧 你要嗎 好 我覺得龔柏雲有些見底 謝謝Karen 謝謝Karen 三盞藍燈 剛剛彭秀也按了燈 彭秀是正確的 因為可以整理一下 就會更加好 會有更多東西吸引 否則現在只有可以做到發燒碟 我覺得沒有在心裡唱出來 當然都是100分 但我覺得以你的標準 如果在這裡… 當你在歌曲或在世界上 我想我們會很拚命 但剛才我沒有拚命 大家都知道你唱得好 但我想很多聽過你唱歌的人 看到你來這裡 其實都會期待龔柏雲 還有甚麼給我看 希望在接下來的階段 你給我們更多東西,好嗎 好 恭喜你 可以加入彭秀永這組 謝謝 其實出來後 我拋下以前所有我擁有的身分 去尋找 我想知道自己的價值是甚麼 彭道出手也很快 也坐了多少人 不知道二汶要否急起直追 我們還有39個尚餘席位 我會急起直追 寶寶 我現在沒有人跳舞 你現在可以 對,你沒有人跳舞 我沒有人跳舞 那倒是混蛋了 你沒有人跳舞 有的… 為甚麼沒有 不,在中國沒有 即將出場的是李詠森,Coco 這就是小魔靈涼的 各位,大家好 我是Coco 麻煩你了 看你的照片 在日本推出過道 是AKB還是奶木版 2016年的團體有16個人 名為Mondangu Memories 然後2019年 我也有一隊女團名為Platinum Nine 也是適合魔人娘的歌曲 那就是推銷青春活潑兼可愛 先表演吧 很坦白說 我剛才看,我覺得很老 是 我覺得你不應該再走這個路線 你27歲還… 的確年紀有點大 不過如果心態保持年輕 也不是一個問題 不是,我受不了 對 如果你說你27歲大 你現在這麼可愛 我有一點受不了 我覺得你簽了年紀 時間不等別人 你一定要很準備好 現在我覺得你不準備好 因為自己很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然後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甚麼 又不知道自己適合甚麼 因為對自己不確定 不知道做甚麼好嗎 那離開吧 不要再做早餐 穿正經的衣服 普普通通的唱歌吧 你過了自己的關就行了 我喜歡你 我想問你是賣甚麼 你打算在這回合比賽 你是賣甚麼 所以別人要讓你進去嗎 賣唱歌的 你賣唱歌?你肯定嗎 但這首歌不太行 只是你正確的音樂 你經理人,你要看看項目 才讓你參加吧 有… 這樣也下火嗎 其實比我更差 所以我本身對那項目也不太信心 所以我本身只是想要跳舞 但公司說 但你拍攝時就跳舞 人家會否覺得你是舞蹈員 不是藝人 然後就想我唱歌 其實不應該妥協 我現在的想法 應該不喜歡就說不定 這樣就不會做到半年 其實作為藝人 對自己的表演 也要有一定程度的主見 這次Coco 決定在台上做回自己 無悔就好了 即將出場的是李詠心,Coco 她會表演跳舞 因為對肢體的控制上 有多點上心 想用自己比較有自信的表演 去表演 Coco姐的口數性很高 我覺得不差 你的樣子也不太差 她有戲 而且她的變化這麼大 也是可嘉 因為成長 我們比不太要習慣 因為成長 我們忽而前作散 就散 我覺得這個可以進入 對,給她吧… 一盞藍燈 一盞藍燈 你是有一個演員的臉孔 你的可塑性很高 那你剛才按吧 我也是在想怎樣用 我剛才在想怎樣用 是唱歌還是跳舞 還是演戲 這是未知的事 好,謝謝 好 好,我們三位評判 最後的成績是一盞藍燈 Coco可以去復活區 等候補位置 我不甘心做甚麼 去到表演前一天 只要決定要表演自己想表演的事 我不甘心做甚麼 不相信自己那麼多 雖然跌入復活區 但至少你能做到想做的表演 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任 就當成為成長的一課 下一位要預備的參賽者是… Lily Lai Lily Lai 誰是Lily Lai 這樣也不記得 讓我提醒你吧 你對別人的學歷很有興趣 你是翻譯碩士 我正職做大學行政 我在HKU工作 和在HKU讀書 不僅僅,她還有很多演出經驗 你還去做生於Ostar的紅館演唱會 做演出 已經不乏這些機會了 最重要的是她有自信 你知道做明星是不一樣的,對吧 對 首先我知道我有能力做這件事 第二,我知道我有能力 我會堅持下去 但她有一個致命的弱點 就是普通 剛才我看到一個屋邨商場的表演 不會 中規中舉 中規中舉,但沒有興趣和興趣 如果你一直強調你只喜歡唱歌 一個更大的舞台是否適合 那就未必了 如果我有機會進來《全民造星》 我會讓大家看到 我心裡有這個熱情 既然你這麼有火 就給你一個機會 在台上展現熱情吧 我想知道你在做甚麼 做藝人的首要條件 就知道甚麼是好和不好 你竟然可以把一個這麼精彩的表演 擺上來 你不懂得分甚麼是好和不好 你的想法不行 你跳舞不行 唱這首歌也唱得不好聽 我找不到一個點 你值得站在這裡 下標準很重要 我覺得剛才的評論 即使花姐說我表演下標準 不應該在舞台上出現 不應該在舞台上出現 我覺得這不是最受傷的評論 但最受傷的是花姐說 唱歌方面不太好 因為這幾年我都放時間下去 希望還有少許時間 可以做多少也做多少 真的希望可以做到 直將出場的是麗靖和Lily 她的表演是唱歌 誰是Lily拉 我覺得她應該是全紅 應該是 認真地付出她 換取你想要的東西 我相信你的人生就會過得無憾 我記得這也是災難 我記得播放這首歌 我只知道是災難 我記得這首歌 復活 沒有了嗎 她不可以跟K拉同意 如果她跟K拉同意復活 我真的會生氣 有甚麼跟K拉同意復活 謝謝 Lily,你的成績是一盞藍燈的 謝謝 唱得很好,聲音好聽 但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給你一盞藍鼓勵 謝謝… 阿芝 我想問問你 剛才你不一直看著上面嗎 不知道為何上面 看到有攝影機 又很想看著 可能看得多了一點 但你還是在看上面 因為我說上面的攝影機 是否要看著她 你覺得她沒有跟你有眼神交流 沒有,我看到她自己唱歌 沒有了 不要緊 我們可以在復活區等候補的位置 好,謝謝老師 謝謝 我有看過卓文芝老師 也有看過阿芝老師 但眼神比較飄忽 明白了 快點找個位置 現在在復活區 任由你的眼睛點飄都可以 下一位要預備表演的參賽者是… Sobie Sobie,請你預備 Sobie,加油… Sobie,加油… 我是Sobie Sobie Sobie有點乖 乖乖 看到這裡 相信各位觀眾一定會好奇 為何二汶會這麼愛Sobie 就等我們一起回去她們初相識那天 你是蘇楚欣? 是 你何時是APA畢業的 剛才這屆,2019年 但你2014又參加英雄新秀 對,當時簽了一份歌手合約 但當時我年紀太小 只有16歲 加上APA有提供 所以我去了演藥學院 只要有信心,甚麼都能做到 年紀輕輕就拿了獎 實力應該非同小可 挺好玩 不好嗎 不好 即是你想像Jams一樣嗎 對我來說,他不是唱得很好 他唱到每個字 和他說話好聽 有甚麼聲音 只是靠這些就能做到聲音嗎 Sobie一定還有東西吸引到你 我對Sobie很有興趣 Jams是一個好的例子 因為她表面上是一個美女 但她上舞台時的張力很厲害 然後我剛才看她在我上舞台時 她讓我有一個聯想 她們對望著跳得很開心 然後再搶椅子 Sobie走開時,我覺得這個人 不知道為何我感覺到 她很有厚度 連厚度也看得出 二汶果然是導師 眼光特別獨到 不過我也不差 留意到幾年前 她已經相當有厚度 不過是體型方面 Sobie,二汶那麼喜歡你 這次輕輕鬆鬆吧 即將出場的是蘇楚欣,Sobie 她會自彈自唱 唱歌的甜蜜 我一定不會放棄 因為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原來她的APA也很紅 對 APA很紅嗎 她也是美女 對嗎 她是否唱歌 她很好的,按我吧 你不要把她放走 為甚麼 甚麼 不如聽聽三位評判的意見,好嗎 G 剛才坐下來的樣子很生氣 不知道為甚麼 有一點緊張是應該的 我覺得你的聲音不錯 不過我聽得出你不太有彈性 不是吧 她在表演這樣 這次是我第一次出來自彈自唱 所以… 哭吧,Sobi 哭吧 所以我緊張時就會出錯 其實你想告訴我你是一個 很有彈性的 只不過是因為要彈起來 然後弄得很壞 是,是真的 好,這樣了 那怎麼辦,強尼 喂… 給她吧 不如讓你坐下吧 不如讓你坐下吧 讓我們再考慮一下 好… 別讓你坐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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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人 我不是因為你哭 我覺得跟你聊天時 感覺是良好 而且你應該很遺憾 還給她吧 一盞藍單是暫時最後的決定 她就會到復活區等候的位置 對嗎 不是吧,不是最後的 好的 好 謝謝 還有機會的… 好,謝謝你 怎麼搞的 不要緊… 記住吧… 沒事 先寫下 我先寫下 S.O.B.I 我覺得自己表現得差很差 為何跟家裡的相差那麼遠 人人在家裡也完美的表演 再等幾個小時 就可以回家唱 好,下一位要預備的參賽者 是T-Max T-Max,不知道怎麼看 T-Max還可以的 能夠在二汶口中獲得不錯的評價 肯定是K 大家好,我叫T-Max 來自於StarRocket Showbiz Limited 一位在接受培訓的藝人 這間公司認真給臉 一次過派了三位藝人來參加 而T-Max可以說是當中的實力擔當 我們對她的確比較有信心 其實她預備了唱歌 真的有六年時間 對那件事很熟悉 站上台時 我可以覺得整個世界只有我 我會展示我自己想說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Shine是有的 不僅是二汶 連出名的閹尖的花姐 甚麼都讚不絕口 這個比賽中有很多不漂亮 身形不好的人 但也得到我寬心 你是其中一個 因為我覺得你真是很有力量的人 你的力量不是我要過度活躍 那種力量 那種是一種正確的力量 就算不用說話 你也有一個樣子告訴別人 又會在,不用怕 別看T-Max這麼正能量 想不到她也有不堪回首的過去 其實我們六年前已經認識她 那時候她還是半邊清的狀態 我以前是一個社工的長期案件 當時跟家庭關係有差 又不回家 大家都在年輕時會比較年少輕旁 我以前也是比較自我中心的一個人 周圍發生甚麼事 其實我來說,我也不太在乎 幸好她當時遇到現在的經理人 透過音樂 把T-Max一步一步地帶回正途 還幫她建立出正面的價值觀 我覺得娛樂圈是想娛樂大家 給大家一些能量 告訴大家,這不太好 尤其是最近疫情真的很厲害 大家很不開心,很多事情都很難 我覺得這時候 更是娛樂圈發揮一個很實質的作用 令大家在這這麼難捱的階段中 有些事情可以取笑 有些事情可以開心一下 下一個出場的是海鑑青,T-Max 她會表演唱歌 順利自己的初心 不忘初衷,繼續走下去吧 加油 你準備好了嗎 3、2、1,開始吧 後來是我的朋友 我對自己的同學 都會擅當覺得很開心 就是彭琳,之後 你會擅長說 我懷孕的招式 我擅長說 外面上很強烈 就是吃牠的東西 仔,經常說 zer身體 有消去你 是不是 辣接 他唱歌挺不錯,我按燈 兩眼 甚麼 兩個導師都按燈,二汶按鮮 很少看到這種演出的歌手 唱歌挺純熟的 而且你的聲音很有趣 你的聲音很獨特 他唱得很有彈性,聲音挺好聽 但我覺得他… 我會不太記得他的形象 所以我覺得比較平凡 恭喜你,你進入二汶的組別 謝謝 所以說,誰說一定要英俊才有人爭 我們的位置都能去得很快 我們只剩下38個位置 今次對我和朋友的友誼 是一種嚴重的傷害 下一位要預備的參賽者是… Sting Sting,請你預備 Sting 你看這張照片多漂亮 記得我嗎 這是誰 Sting 照片… 但她的表演是有心思的 連花姐也稱讚好 肯定是猛人 各位評判、工作人員,大家好 我叫史德卿,今年23歲 我只能說,你的照片真的拍得好 不看外表了,說說內涵吧 我是一個不太懂得表達自己內心的人 所以我很喜歡表演 在我表演的時候 我可以把自己內心釋放出來 這是他平時的距離嗎 他現在說話的聲音 即是害怕青青或恐怖自信 對,很討厭 是他 很討厭 哥哥仔,只臉過糞便 不用那麼緊張 畢竟你也第三次了 第一次,我還未開始接觸跳舞 我只是唱歌 評判他們的感覺是… 覺得很高興,沒甚麼吸引我 所以那件事就失去了 第二次,我本來唱兩首歌就完結 然後我問他 可否再唱一首歌 然後CM老師就覺得我… 你不聽我說話嗎 他就很生氣 他生氣得拍攝,我生氣得說 我沒有評價 阿姐,有印象嗎 一點印象都沒有 你是入了多少個 我想他沒有入 100強也入不了 100強也入不了 對,兩屆100強也入不了 果然是沒有入過圍的人 連我們是99強也不知道 不過這兩年來 Sting不僅沒有放棄 還更加努力地向他的造星之路進發 通常我是一時練習 練習到兩時左右 然後我會唱唱唱片 像專輯般唱完歌 然後停在細節 就是因為Sting的熱誠 打動他當時的音樂老師 簽了他當旗下的藝人 決心要栽培他的成才 我想Sting在他的訪問 大家會感到他有點晚半拍 但他真的很乖 因為他真的令你覺得算了… 好吧,幫他想辦法… 他是一個會令你很想幫他的人 我也知道他很努力 不過做這行業只努力不夠 這行業很有趣,有很多交往 就像你愛一個人一樣 我愛你… 但如果不是這樣,他就會愛你 這行業是一個拍拖 所以如果你一尾死牙一邊頸 對著一件事努力 別人不會愛你 因為那件事沒有交流 到底Sting這次的表演 會是單戀還是兩情相悅 下一位出場的是林明生,Sting 他會表演唱歌 只要你肯堅持 今天你不發光 你始終有一天會發光 而我…總有一天我一定會發光 他竟然做到這件事 太好了 他真心好看了 但他撕的位置不是這個位置 我是攔不住,冷靜點 我覺得他如果只能按燈 真的嗎 對 沒有燈嗎?暫時沒有燈嗎 整件事很看的 對 對,有設計的 最少他真的有想過 他不是站著唱歌 那便很睜著眼燈 是 最初你走出來的 無論是整個形象 或是有表演 我也抱著很大期望 但你一直只顧著做很多事情 然後到中間是否有幾個位置 你直接失敗了,離開了音 不夠氣 下次可以平衡一下 總之集中在唱歌上多一點 其實平衡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要很熟悉 要不斷做 讓別人看 告訴你,你才知道 我已經用盡了我的努力 我不知道… 對,接下來會怎樣 但希望下年… 如果我再回來這個舞台時 我會給大家看見一個更新的自己 好 謝謝… 你有甚麼決心 希望下年會見到你 好,好 她是走的,她是走的 她走了… 但Lily留在這裡,她走了 對 中國沒有留在這裡,坐在後面 但她走了 終於有機會進來 證明我的努力是無白費的 真的很開心 很開心,第一次開始好 之後要離開,很緊張 你不覺得這隻龜應該參加賽跑嗎 我不覺得這隻龜不應該參加賽跑 只要這隻賽跑是那隻龜喜歡 我覺得無論如何都要試試 不? 下一集,評判的決定 再次引起導師和花姐不滿 怎麼搞的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這次的評判又說甚麼 她的表情挺有趣 我想問有多有趣 她唱得很好? 究竟外面的音響做了甚麼 為何我這裡聽不到很好 想知道他唱得好嗎 下集再看吧